我誠實希望 國民主席會加入我們 去抵抗人民的自由權利 在台灣的自由言論 召開國際記者會 國民黨主席江啟成 用英文向全球宣告台灣關了一間新聞台 身為在野黨誓言要為言論自由而戰 我懷著沉重的心情 穿上我平常參加公祭的衣服 來這裡哀悼 台灣即將消失的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的沈主牌 民進黨再也管用 執政了就拋諸腦後 國民黨向國際痛心疾呼 立院黨團則在國會殿堂用行動哀悼 新聞自由已死 你真的以為捂著耳朵 就聽不見人民的吶喊嗎 所以我要用最後國事論壇的30秒時間 戴上口罩 向民進黨政府表達最無聲的抗議 今天是中天關台的日子 戴這裡戴上口罩 對於行政部門做法的不滿意 黑四代趁著奇異恩典送走基本人權 總說中原逆耳 但此刻監督政府的聲音被靜音 連一家這麼大的新聞台都遭受如此 綠色恐怖對待 日警曉明又怎敢違背天庭 當初得到消息說中天關定了 那個時候把它拋出來一個很大的用意 就希望引起社會大眾的注意 然後對這個執政者發出很強的警告 還是擋不住這個蠻壯的一個火車 直接把中天輾壓過去 所以讓我真的是感到非常的遺憾 我覺得這是台灣民主最黑暗的時刻 再也當權兩樣情 兩種面目令人覺得非常的不寒而栗 而且對台灣的前途非常的憂慮 今天的我大悲無言 哀莫大於心死 恐怖壓制的沉默絕不是沉默 12月11號中天從五二頻道被消失 接下來台灣民主的每一步如履薄冰 記得十問謝林菲先生小小台報導